我们鸡做粪 因为我们琵琶家 所以叫粪五琵琶 名字是个好名字 是的 但不知道这菜 到底是什么样的滋味 那我们就开动起来 那就要让您期待一下了 整鸡去掉枪上栏后 经历冰火两冲天的洗礼 焯水一分钟 迅速放入冷水中 如此反复三次 使鸡皮变得韧劲十足 不容易破裂 现在已经凉下来的这个鸡肉 还要怎么处理它 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 把茶叶用上来 好 把茶叶塞入鸡的肚子里面 让它的香味 跟着汤慢慢炖出来 就可以慢慢融入茶香了 姜片在热油中爆香 整鸡放入锅内后 小火煸出皮下油脂 给整鸡增香的同时 也能提升咀嚼的脆爽感 这时阿伟神秘地端出 第一个秘密武器 这是一碗高汤吗 香味已经去闻一下 闻起来就像熬好的那种汤 那种香料调出来的 是的 蜜汁料汤入锅 加入糖 盐 酱油调味后 阿伟说它还有第二样秘密武器 这个是我们当地的特制的料酒 料酒也算秘密武器了 是的 这个是我们这里特有的 我们图画叫钢壁青 它其实就是米酒 是的 自家酿的米酒 一碗都加进去 一碗都加 对 小火炖鸡需要20分钟 此刻便到了重头戏 处理枇杷虾的环节 造型奇特 外壳坚实的枇杷虾 想要入味并非易事 阿伟是否有特殊的处理方式呢 首先把它脚拿掉 然后再给它开个背 让它更加入味 就跟处理小龙虾差不多 把它的这一块区域都剪掉 所以要从这里面插进去 然后把这个三角形的东西剪下来 整体这一块都去除啊 对 那我试试啊 沿着边缘全部剪开了 沿着它的蟹角去剪 这样肉会不会漏掉呀 不会不会 因为它肉是一体的 我们待会儿给它一刀剪下去 它就会整齐地下来 好 取下来了 你看它的虾肉 你看它的虾肉都已经长到 它的脸这儿来了 对 而且它是晶莹剔透的 非常好看 其实它可使用的部分挺多的 饱满洁白的虾肉 充盈着整个虾壳 滑嫩细腻的肉质 刺激着味蕾的蝉虫 然后开背是吗 对 我们给它这里背部的一半区 给它来上一刀 它这个壳太硬了 剪刀都很难插进去 好 你看 看我费力的程度 就知道它的这个壳有多硬 处理好琵琶虾 凤舞琵琶 终于迎来了最后一道工序 海陆针鲜 大汇聚 来 我们抓一把 然后放到这个汤子里 一把就行 对 我和我们的清汉混合吧 是的 这个就是我们海边的味精 这个都是你定心苦苦 自己去捡来的 是啊 磕磕接心 清汉和黄罗中含有丰富的鲜味物质 古胺酸 牢牢锁住海鲜气息的琵琶虾 更是带着深海的鲜甜 一同沐浴在翻滚的汤汁中 海鲜和茶焖鸡的复合香味 慢慢融合 渗透 像一般的虾 如果壳颜色变红 能判断它熟了 但是琵琶虾本身就是红色的 还不太好判断 是的 是的 就稍微多煮一会儿 夜幕似合 阿伟的小伙伴们早已等候多时 这道凤舞琵琶 究竟会给大家带来 怎样的味觉体验呢 我来教一下怎么吃这个琵琶虾 好 谢谢我一眼 对 我们打开之后呢 我们背后不是有这个 去给它切开过吗 我们给它剥开 琵琶虾的肉真的还挺多的 然后蘸一下酱汁会更美味 再来点酱汁 对 它白嫩 就跟龙虾的那个口感一模一样 但是非常甜 吃得到这样子 我觉得吃过这个琵琶虾 小龙虾都不想吃了 融合了山海至仙的凤舞琵琶 鸡肉软烂多汁 琵琶虾肉 弹牙回甘 一群返乡创业的小伙伴 交流着彼此的感想 这不仅满载了张思伟 对推广家乡物产的满腔热情 也是年轻一代 对家乡风味 眷恋的见证 好